郭先生 向前面 郭先生 首先,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各位同仁、各位同仁 你是不是先生们上午 非常高兴能够来看今天的论坛 我爽自己的癢 我跟他抱歉 我今天講的題目呢 是烏力王時代的偉要教育 大家知道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了些萬變 烏力王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他的變化可以說是難以預測 未來將來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我們誰也說不清楚 我想大家想 十年以前我們誰能想到 咱們帶了一部手機 現在都可以走平天下 沒想到 到底以後這個時間怎麼樣 很難預測 有的學者認為 過去蒸汽機電力和計算機的出現 社會還有幾年的時間 生意技術帶來的變化 可是現在呢 經濟已經不行了 經濟這個變化是 隨時隨時的信縮萬變 現縮之間 都會以素日化的形式而伏於天下 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們再來思考 再來思議 連續公立網絡的引起教育 有什麼變化呢 但是我想要就是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教育的未來的事情 教育是為未來社會培養育民 因此教育必須適應科學基礎的變革 而引起社會經濟的變革 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在变革的时代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完全不同 所以对他们的培养方式我想我们需要改变 互联网人工智能现在改变世界刚才讲的 也改变了教育 他改变的教育是什么呢? 他改变了教育的概念 包括教育的概念、教育的定义 教育的生产环境 改变了教育的形态、教育的方式、私生关系 以及甚至于家庭的生产 这种变革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说,变覆了整个的传统的教育的环境 我们教育工智者把剩一种变革来迎接这种考验 教育的变革 首先是教育概念变革 学习的渠道变革 一望的学习 主要是在学校里面进行 现在可以在网上学习 在虚拟世界里面 学习已经不禁限于学校 也不禁限于移民的限制 正规教育和分身规教育 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 两切合 所以人人可学、处处可学、辞职可学 联合国教各种组织 在2015年11月发表了一个报告 叫反思教育 教育关系的转变 这个就提出来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学习 是在非正式的环节 我比教点实不实上 那个学校也好 培训机构也好 都是制度性 但是我们的学习都不是非制度性 很多我们看一个电影 我们去旅游 都可以学到学习 在网上 所以这个非正式学习 我们是将来一个很主要的方式 那么教育 培养的目标也要不要好 过去教育 教育就是传授指示 或者这都是培养的一些能力 而这从记忆 不中能力 这从结果不中过程 现在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科学学是人意 所以我们的目标 要改变 我们要培养学生 批凡型的思维 操作型的思维 执念的能力 所以我有的时候讲 我说什么叫教学 教学的本质也可以大股委屈 教学的本质就是培养思维 培养一个人的思维 思维变了 那么它的生意 变化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 比如说 大家都讲 教育是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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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发明了个人电脑 它的iPhone 都改变世界 马运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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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思维的标 所以我觉得 教学的本质 就是可以讲 是改变世界 人的身体 物理王是在改變人類的方式 如果說工業革命是機器代替了人的部分體力 信息革命是腦裂代替了人的部分腦裂 那麼物理王是把人的腦裂認識起來 擴大人類的大腦 變成了人類共有的大腦 現在是人類共有的 可以互通的 而過去是個人 知識已經成為人類共有的差數 學生可以在護理網上獲得各種知識 考慮各種問題 人類的智慧可以共享 人類學生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教師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 學生要通過自我學習發洩問題 提出問題 自己去探索來解決問題 合作和同伴合作互相探討來解決問題 教學要改變 教學要改變 傳授知識的方式 合理地使用互聯網 啟發學生去探索與學生合通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教學的變化 是個有配合的一句話 就是說從教變成學 從教學生的教變成學 而互聯網為個性化的學習也提供了條件 以往的教育是集體學習為主 班級收課制 正能照顧到大多數學生的水平 不能照顧到學生的個別需要 其實技術在教學文中的應用 合理使學生更好的 根據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愛好 為每個學生實際個性化的學習計劃 促進課程的多樣化 學習方式的多樣化 擴大了學生顯示的技術 互聯網也改變了私生的關係 教師已經不是自身的載體 唯一的載體 也不是自身的權威 學生已經不是依靠教師的傳授知識 而不是科技通過各種媒體 科技通過各種媒體 教師主要是要為學生 營造一個適合的環境 指導學生正確 和去信息 和處理信息的策略和方法 對教師主要是指導的作用 為學生實際個性化學習計劃 幫助學生解決一些疑難問題 所以教師的角色 是不是可以說變成一個 是實際者 和學生實際的學習環境 指導者 指導他怎麼爭取 用方法去信息 然後就是幫助學 學生有困難 就幫助 最後是跟學生共同學習的學習共同學 這都是教育的 福利網和人工的時代 給教育界的變化 還有很多時間關係 我這個講的主要的方法 要搞方法 教育的本質 福利網實在改變了 教育的很多方式方法 使教育來的一個變革 但是有一樣是不變的 就是教育的本質不會變 福利網教育發生的 對教育的感覺是很大的 可以說革命性的變革 但是教育的本質不會變 教育是傳人文明 創新知識 教育的本質不會變 教育的根本任務不會變 教育的根本任務不會變 敵人文明 剛才我講的 教育文組織 《反思教育報告》 前年的《反思教育報告》 報告內裡說 教育要重新定義教育 重新定義知識和學習 他怎麼重新定義呢 教育應該是以人文主義為基礎 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 权力平等 社会正义文化多样化 不及团结和可持续的未来 共能承担责任 他对教育做了一个新的定义 我觉得反思了这几十年来 教育的过去讲科学主义 第一个报告就是学会生成 1972年 科学主义的态度 科学技术发展了人类金融的许绩化社会 要终身教育成终性教育的概念 第二个报告就是1990年 叫做教育财富运达其中 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过程当中 经济寒荣的时候 很多观众来考虑教育 教育财富运达其中 认为二十一世纪一定会解决很多问题 财富一定会增加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 零八年的经济危机也越来越厉害 所以出来的第三个报告就是 感性作用 教育财富有根本主义的基础 珍重生命 珍重人 人类真言 真的 有很多解释了时间开始 回归教育的本源 教育是神的 人的权利 本源是什么呢 是人的权利 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也是全社会的公益事业 所以教育要永远把培养学生的思想信念 高得情操 要发展所谓 培养 这在兼备的未来的部位 那么教育的本质可以概括为 我认为可以概括为 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来 我们刚刚刚讲教育的本质 要教育本质培养人 没错 要是培养什么人 怎么培养人 那么我认为 教育的本质是不是可以说 是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和生命的价值 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 就是使他将来能够 部位上真名而有幸福的生活 没有 本大有幸福 本大有真严生 提高人的生命价值 那就是他要能够为社会 为人类做出一定要的奉献 这两个都是要统一起来的 所以我们尽量年轻人讲 人生价值 人生价值在哪里 人生价值就是 你要为人类和社会做出一个奉献 所以不离地说 国家是一个价值 价值是一个判断 互相是要判断 所以只有为社会 为人类和共性 反正都是提高了人的生命的价值 学校和教师会不会消失 有人讲现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可以学 学校和教师要消失 反思教育报告里都说 学校是人生走出家庭 都会向社会的第一个功务 是人生社会化的第一步 所以学校是不会消亡的 我们人要社会化 要走向社会 那你就要跟社会沟通 都有沟通的能力 家里头 现在脑科学也有所经历了 就是人的性和人的社会情绪 关键是零岁到两岁 零岁到两岁的时候 家长都跟孩子都交流 甚至情感的交流 一个眼神一句话 来培养学生的情绪 这才是零岁到两岁的时候 但是他要走向社会 来走向社会 一看家庭以后 走向社会第一步就是幼儿园 小学 所以学校幼儿园小学是不会消亡的 儿童进入学校不仅需知识 根治学会做人 学会与人沟通会教我们 学习是人类的集体行为 正如反思教育指出的 学习既是个人的行为 也是集体努力 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 多方面的现实存在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 学习是由环境决定的 多方面的现实存在 它不是独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误区 有的人说我们为了逃避的考试 逃避这个学校教育 负担重 把学校在家里头一个人学习 那也不行 学习必须是一个集体的活动 学习是这个限制环境决定的 教育不只是个人发展的条件 也是人类集体发展的事业 个人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 甚至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 过程当中发展 也是我讲的 学校是学生集体学习 共享学习成果的最好的场所 所以学校是不会消亡 教师也不会消失 信息技术互联网改变了 教育环境和教育方式 但技术永远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教师的教育观念 教育方式方法需要改变 但是培养人家的支持 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 儿童的成长需要有四项心理 又有道德情况 又有扎实的学师 也有仁爱执行的教育的领导 这个四个好老师的标准 是一种属于讲的 在北四大2014年 教师节日讲的 有道德情况 我们培养学生 也是要用这个思好的教育 要老师来培养 人真的由人来培养 不可能由机器来培养 机器替代不了老师 对学生的精神实际的影响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上课的时候做课件 我觉得我是不打战争 而课堂里头所有的课件 我们要处理好技术和人员的关系 比如说 在课件里画一个圆 这个学生看了以后 不会有什么表情 如果老师你在黑板上画一个圆 画得很圆 那学生就非常有感情 哎呀 这个老师 画得很圆 所以我们有些 比如说有些风势 有一些人在黑板上使一写 写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引导学生思维的过程 这个机器代表 你光是一个课件 在这个上面写一些 那么一些 一开始过程 如果老师写的过程里头 就是引导学生思维的过程 特别是真人世界 心灵是要用心灵来培养的 所以前天我跟大家知道 和我们的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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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乌克兰 和她的女儿 她现在在乌克兰 教育人员的面试 和她对话 和我们对话 和我们的第一本书 就叫 把心灵写给孩子 把全部的心灵写给孩子 把全部的心灵写给孩子 我们的教育 就是要把心灵写给孩子 所以 所以 培养学生的精神视觉 是这些主要 这个是互联网替代的 所以 有的人讲 将来 人公司 是个人 人公司 可以带起人类了 那我们也不会了 因为人类 我觉得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外部的行为世界 这个是其人都可以模仿 你要笑了 他给你笑 这就是外部 甚至于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可以给你回答什么问题 但是 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世界 就是精神世界 这个精神世界 极其 我想 人公 极其人 恐怕也 也太 替代不了 所以 老师的永远也说 是成长的引路人 甚至这种书记 在华语学校 师生作家本指出的 教师是 学生成立品格的引路人 是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是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是奉行走过的引路 好像教师 这不会消失 那么 我就 这个地方 请大家去 谢谢 谢谢 顾先生 将近90的顾先生 88周岁了 仍然用非常开放的理念和视野 告诉我们 在互联网 在充满了教育创新的时代 什么东西是变的 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我觉得 顾先生的报告里 还有一个点 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就是今天 在教育当中的 技术性和人文性 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 对我们 今天 在教育创新实践中的 各位同仁 应该说 都非常具有启发性 我建议我们 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顾先生 谢谢